这是我们今天的topic 一个是我非常高兴 我说实话 昨天一直高兴到现在了 我想恭喜一下查理拿的offer 而且这个offer物有所值 非常值 我敢现在问问查理 我说如果提前五个月给你另外一个offer 还是你再坚持五个月给你现在这个offer 你选择哪一个 你要像我 我肯定还是选择现在这个offer 因为这个太棒了 这个offer是吧 CM Developer 那你看在上星期我们两个同学来分享 那现在我想这是我们今天topic 先是我们请查理来分享一下 整个的一个求职历程 你很让我佩服 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这种坚持 这种意志 这种坚持 那我想你看 他是上帝给你的一个礼物 像这种积淀 你以后会做的非常非常成功的 知道吧 你想这种经历非常非常好 非常有价值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你知道吗 所以非常棒 那行 我们最开始还是请那个查理吧 查理你来来给大家来来讲讲 讲讲你的这个收获和历程 行 大家好 刚才杨老师说了挺多 其实是过奖了 他他可能比我高兴 其实我昨天我到 其实有点紧张 他们倒是只是一点小激动 因为之前经历了一些破事 感觉这个这么个等待也不算什么 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挺漫长挺波折的吧 然后我就想就是大概就是自己的情况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我这个中间是怎么个学 然后之后一些面试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再稍微说一下吧 然后我大概是去年 我是前年是来到加拿大 那加拿大呢 就是当时没多久就了解到杨老师这个课程 但是后来一直想自己合不合适这一块 然后犹豫了很久 然后又去弄了折腾了也别的事情 然后后来呢 直到那个16年的1月份 然后才找 应该12月底吧 才找到杨老师跟他聊了聊两回 觉得还挺好 当然也是比较了一些别的那个培训学校的一个课程 感觉 然后那就开始比较了之后也就开始学了 然后一开始嘛 对这个东西 就是好像忙着摸像一样 也不明白 所以然后呢 就是把那个课程叫硬啃下来 这样学了 学了之后三个月吧 然后就开始就是把简历改好 那就开始求职了 因为冬多了冬天在窝在家里也难受 那就开始试试了 那开始的那个那几次面试呢 就是就好像 就好像那个野蛮人金套大团事一样 反正啥都不懂 然后然后面试的问题各种都有 有关注你技术的也有 就关注你对这个系统 你了解多少的也有 有关注就是看你对这个IT有没有什么经验的也有 反正一开始呢面试呢就感觉是 哎进去就是20分钟就就感觉到自己自己是什么回事了 就是一开始都是那种情况 然后后来呢也是不断的总结吧 然后不断的那个也在加上那个学 然后呢后来那个杨老师呢也有那个有针对性的讲了几次视频 呃讲了一些就是主要是一些hypothetical的那些问题 呃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帮助挺大的 那个反正呃因为一开始那些人就是针对他这个IT呢 因为我开始一开始是往那个毕业的方向走 那其实很多人呢找一个毕业呢 他并不关心你对这个系统懂得多少 懂得多深 他还是觉得你这个人能不能沟通很多东西 你对IT有没有这种sense 一开始实在是这方面是一点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 就是你问个抛出一个问题出来 比如说什么change management 一听好像第一次听这个名词连连这个 连这个是什么意思都没有 你他抛个球 你就压根没办法那个接下去 然后还说啊你这个有个high expectation的那个 那个就是client你怎么办 大概就是这这一类的问题 就是一开始很多都是不怎么关注你技术 呃然后呢杨老师也就是有几期视频 我觉得这几期视频也挺关键的 就是反正我觉得对一些比较伸伸手来说 就刚跨入这一块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这几期视频真的是要很很重要 就是这里的人面试呢 就是也会很看你这方面的一些素养 不能说素养嘛至少你在面试的时候能说出来 你连一个连就是说出来的都是乱七八糟 那个不着边记的那人家肯定就都知道你是几斤几两 我觉得这个反正你不管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好 反正你就把它看看最好能背下来写下来 反正到面试的时候你算背你也把它背出来 那也是很好 呃然后这么下来后来慢慢的慢慢的也经历了几次面试 算是比较靠谱了但是呢还是没有进行成功 呃然后最后快到11月吧 这就差不多接近一年了 然后有个公司呢在西雅图 那那家公司呢也挺大的很大的一个consulting company 然后呢跟他们三轮的面试 然后哎那个反正都感觉很顺 然后呢都是都是我们那种我们已经装在口袋里面的东西 反正把杨老师那个教的那些东西一说哎人家很开心就愿意你聊啊跟你聊很多说说说说说 感觉他就很感兴趣就就是感觉他是跟你聊到点子上了 最后一轮赛的面试呢 他说哎呀跟我聊了一大轮之后哎他说你你怎么样怎么样以后出差怎么怎么处理啊 然后什么什么怎么处理就说的已经很累了 哎然后后来就是那个HLA跟我说哎你你这这工资怎么谈呢怎么样这样 他说你能拿到多少多少可能达不到但也差不远了 然后说成这样然后然后这一等就两个月又过去了 呃 然后呢呃 后来呢就是有一次的分享也很关键 这是之前的一个叫Kevin的一个那个 呃同学吧不能说同学叫学长吧 呃他分享了两次第一次是去年的三月份第一次下还有一次呢是之前的那个呃 就前两个礼拜嘛他也分享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他的一些路程呢对我也触动很大 然后我一直往那个bA方向走我就想啊那能不能往那个开放方面也走走呢 因为之前也稍微尝试了一下也面了两次 但是那个这个东西就准备很不充分没有什么就是很好的结果吧 反正就是好像哎人家就稍微碰碰你然后也不感兴趣 然后后来就确确实实就是也就前三四个礼拜吧就是往就是下决心往这方面来尝试一下 然后这个几乎也挺多一下子就来了啪啪啪两三个面试吧 呃呃最后这个这个最后这个面试呢就是也是机言巧合 然后呢正好我那个开始这样的那个也是准备了很多一些呃面试的题 因为自己想那个东西如果从头重新来过从零开始那很肯定很漫长 那我就呃干脆就只只准备这个面试的题目吧 那我们网上很多了那个杨老师他的PPG里面也有很多 然后我们那个论坛上也很多我就把它全部弄下来 就一条条这样过全部都搞下来 然后呢之之那个期间呢也跟我们的一个同学张阳也沟通了很多 因为他他面了六七个开放我觉得他有一些就是实际的一些经验跟他沟通了挺多的 然后就去面面这家公司然后呢这家公司呢跟我面了是一个印度人呃他问的问题也很细很细呃 总体来说他是个搞技术的人倒是挺nice 但他的那种方向呢就是他很关注技术的人他比如说他说你2016有什么新的功能啊呃 然后这个business process呢这个呃这个新的功能里面就是有有什么新的功能就是单 这个这个某一个具体的功能块里面有个什么新的更新 然后比如说business rules 然后在呃那个你能不能在那个呃 cline那个在server side那边run 他是问这么个一类的问题 呃 总体就是他就抠这个技术从比较大块的东西也抠小的也抠 然后整个面试的过程呢就是一开始呢他是这样他是问你有什么挑战呢他是这样问我 然后呢我就把我们那个在项目上实践的那个事业跟他说了一下 然后那天正好也就是拿着一张纸拿着个笔我就顺手就拿跟他解说了一轮 然后在上面就是那个涂了两下花了两下然后写写写 然后他就说他他一下子看了跟他解释一遍他他比较感兴趣 他就然后然后然后问我他说你这个html有什么有什么api没有啊 然后你那个那个东西又有什么api没有啊 然后我就跟他写写写他就一来了去就他感觉这个很感兴趣 然后呃这个也正好是印证的之前杨老师分那个那种就面试的比较理想的那种状态 就是说你有机会来给他画图这样一画图你整个人的跟他互动就起来了 然后他把他兴趣引起来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呃可能跟这个人的交流可能就比较那个 然后呢他就抠了一些比较细节的技术呃细节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怎么用这个那个给这个plug in debug 这debug呢是是用用用了用了什么什么样的服务 然后呢这个要启用这个服务呢要有什么的程序 然后当然我们那个那个msdn里面都有 然后他就一个个问我然后呢因为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 我说这个我们debug我不用这个debug我们那就要profile了 不用这个profile了我们用的是那个呃在代码里面会那个启动那个itracing那个服务 我说一般我们就用那个来那个 然后他说我们是怎么的debug给我那个debug的那个用profile的debug 给我讲了一大轮这有什么服务啊有什么程序啊 呃又还有什么什么sandbox什么什么service跟我讲了很多很多 当时我就在想哇妈呀这个我讲的这样我全都不会了估计也没没多拉起 然后后来又还问了我挺多问题就是什么具体的一些什么end to end的relationship啊这个什么东西 然后呢因为我们在那个crm里面我们是没有这种不能看到实际数据库的这个表的嘛 一般来说在crm的界面里面除非你是unpermise的后面后台才能看到他们那个end to end的relationship有个那个bridging的那个table 一般才能看到他说啊我们那个这个表呢实际上也存在了整个invisible 如果你要看到呢要用什么hsml 但是扣这样的问题 反正有些能答上来有些也不能答上来这个面试就这样完了 然后呢呃星期五完了之后呢就是呃接下来就跟他们另外的属于他们的一个那种呃之前面试就叫team lead之后呢是一种是一个叫什么叫啊 呃technology leader他是管几个队的几个team的他们有什么etl的有一个管一个什么系统的然后crm的 呃啊反正有四个team他说这个team一百多人一开始就跟我介绍了一大论 那这个人呢就不怎么cou那个技术的那个细节了他就首先过来遍你的简历啊问些问题 然后呢然后就就他那个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来讲然后呢呃呃 他就他他很关心这个挨招怎么样的问题 他问我你这挨招怎么用啊有什么挑战没有啊 然后他自己说了一大论 这个人也很nice 就是本地的一个白人应该是 然后呢也挺资深的 嗯 感觉就是怎么说呢 不温不火吧 后来我就想想是不是 反正四十多分钟我后来想想 这是不是也太太慈不慈太顺利了吧 我感觉 然后因为之前 一般都有那种体会 就是你太顺利的那个面试 好像最后都不大行 因为第一个那个面试也是 我感觉好像虽然有些不会打 好像也太顺利了吧 一不留神就跟他聊了一个半小时 后来我在想 后来回头还仔细想了 好像自己表现也不大好 反正这个两个面试这么走下来 然后再下部就是 就这个礼拜就通知我 可以拿到offer了 怎么样就最终是昨天拿到 整个一个过程就是这样 我这个过程呢就是挺漫长的 就是去年一月份开始到现在 就是整整差不多14个月吧 然后也中间经历了挺多波折的 我感觉刚才杨老师说 我没有放弃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之前就是我现在也是到了这种阶段 就是感觉自己如果说选定的一个方向 如果这里试一下那里试一下 反而不好你既然看准了你又咬定下去 不然到这里试一下那里试一下 那你可能最后最终也一事无成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好成好 什么东西都好 业绩是这样 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教训 我觉得 虽然听起来挺那个 我觉得坚持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这期间呢也是得到了 那个杨老师就是一贯以来的支持 昨天我跟他说呢 我说我这个过程就好像 杨老师就好像一个幼儿园老师一样 就好像给我一把试一把尿 把我从这样带出来 就是我后来在想 我都成快成狗皮膏药了 就粘上杨老师了 这种哎 我也很佩服杨老师 我感觉我不放弃 那是因为我要有个职业的追求 但杨老师呢 只不过是我 我只不过是他其中的一个学生 他这样的情况下都没有放弃我 我觉得他的这份坚持比我更了不得 这狗皮膏药怎么甩都甩不掉 他还坚持下来 我觉得应该掌声给杨老师 真的这是很大的一个感触 然后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怎么学吧 怎么学就是以杨老师的视频为主 当中还有很多自己要扩展的 然后跟结合自己的情况 然后你往BA方向呢 你就多一点 就是这个soft skill的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网上有很多 那个YouTube上也很多资源 然后那个上一期 那个Gin他分享 我觉得他的做法也很好 就是我又不多说了 然后还有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那YouTube上也有 Linda.com也有 反正太多了 你只要想学 你就肯定能学 然后还是自己一个 慢慢的消化积累积电的过程 慢慢你就融会贯通 然后 然后呢 还有就是 我觉得那个展示也很重要 就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确实很少 有这样方面的一些经验 就是通过这个展示 在坐在这个台上 真真实实的把自己的一些 自己做的东西 说的一些东西 通过语言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然后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我觉得这个 这个杨老师这个安排也是 这个很好的一个安排 特别是对一些 没有那么多经验的人来说 就是 你怎么样来在一个 场合来说 怎么样来 来把你的一个东西组织好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 很好的一个一种锻炼 这个东西也起到了很大的 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就是也其实也是为了你 为了你的面试进行rehorstle 你在准备这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你也在学习 你也在成长 然后你present出来 这整个过程都是对你很好的一个锻炼 我觉得这个我是收益很大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community也很重要 就是就是这么一个 算是我们每周六只有这么一次 然后我觉得如果就是有条件在这里 能够面对面跟大家一起 就是听老老师讲 跟你自己视频上干干的听 我觉得又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呢 能到现场跟那么多同学来交流 呃也是一个更加宝贵的资源 就是呃套用一些就是那些外面一些呃 他们说那个为什么要去什么长春藤哈佛斯坦佛上学 就不是为了因为那里老师特别好教的书特别好 而是说那里的那帮同学呃特别重要 你就在那里就是形成自己的网络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也很关键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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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我太太昨天说的吧 就是他说我也遇到了很多贵人 也确实是就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呃呃 有不少困难 有不少那个有很多很资深的 有些也比较这个年轻的呃 像之前我们论坛里的那个Tony啊 Dennis啊 然后我们包括Wendy啊 Gin啊 然后啊还有另外一个Gin在那个啊 在那个在比较远的在Hotten Hamilton 他今天可能没来就是很多这个同学在一起就是 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中心 你互相交流 然后你自己也结识了一些人 然后呃很多时候你就可能会呃 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呃 像这次我觉得呃在这次的面试中也是哎 我觉得这次面试就最终拿的offer 呃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完全是实力的体现吧 人家很多时候也是我感觉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 就是可能不大有参考意义 但是就是我最后中的感受呢 就是说你不论做什么东西都也好 你自己先想清楚 然后你选定一个大方向 呃我觉得这CRM也好 然后特别是那个微软这个Dynamics 现在已经扩展了之后 呃我感觉它是一个很很aggressive 呃aggressive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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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business 来然后他肯定在全世界里面 他搭理推广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机会肯定很多 这前景肯定是很光明的 而且你在这个平台作为一个业务平台 然后你还有上面有数据 然后你可以扩展的方向很多 呃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选好了这方向之后 你再来想想 你在里面你应该做什么 你应该怎么做 就是我们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既然别人的能成功 你也能成功 但至于就是别人的成功的路子 可能不一定适合你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自己有一定的摸索 就摸索一下 呃什么时候什么什么东西对你是最快的 我觉得我们这里有很多很成功的同学 我觉得他们这一步就做的比我好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自己要该自要做什么 呃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呃 凯文啊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呃 资深的一些人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这个 Wendy同学 这个女面霸 哈哈哈 女神 呃 这个面试女神 就是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是他们就是很 为什么他们那么快取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自己的 就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呃 大方向选好了 然后具体的一些策略也策略也很好 然后具体做的这个东西也很有章法 所以他们一下就成功了 我觉得他们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吧 呃 然后 反正最最后一个感想就是还是 嗯 要坚持吧 反正也许很快就来了 也许也许要经过很漫长的等待 像我这样 嗯 反正我觉得大家都能成功 反正呃 是希望呃 希望以后我们这一批这帮这帮中国人能够 呃 像在这里能够像给那个 呃 希望能够在这个IT这个领域能有一 那个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吧 就是起码能够跟印度人看看一下 呃 我觉得印度人这个虽然他们 我们可能对他有一些看法或者一些感受吧 我觉得 但是他们有很多确实有很多他自己可取的地方 我觉得呃 我也很佩服他 我觉得我们有好的地方应该也学过来 希望就是呃 不光是在杨老师这边学到了一个学到了知识 然后通过杨老师这个入口 能够把这个这个社区这个这个 呃 怎么说呢 这个connection给建立起来 就我们然后形成一种网络然后能够互相支持 互相互相促进嘛 啊 我大概需要分享就这么多 啊 对 以前我以前我以前我一五年才来到加拿大 一五年三月我之前是在国内就是在政府单位上班 那也接触到一些这只是作为一个user在用 比如说我们有个系统我们那个单位的系统很大 超大 呃 但是只是作为一个user 就是这样 对 但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转变呢 对你说 就是讲你现在对啊 对啊 我觉得那你这个IT你是不是去 就是讲你是那个不是我讲你是自己sign up 就是讲一个自己在家sign up 一个儿本 然后 嗯 我的经验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呢 你肯定是一开始的最终的那个敲门砖 还是杨老师这一系列的视频 然后他还有就除了这就是上课的这种视频之外 还有很多讲座嘛 那讲座你听完了 你刚开始也听不懂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就好像天书呀 你实在真是听不下去了 他说了很多 我感觉他就是这样 他就说他在反复说反复说 他妈我要嘴皮道说破了 你们怎么还不懂啊 有些事情就是不懂 但是怎么办呢 你就听听听听听听 然后呢听完了之后你面试的时候你说出来 人家一说哎你这哥们会这样说 哎你这就是靠谱的 因为他们因为杨老师他很资深 你把杨老师的话一说出来 譬如说那个爱找的那篇 就是你不用懂 你把那个杨老师的话背出来 你在那面试的时候跟他说 就欧了 那你肯定就是按照杨老师的那要求了 他也他里面都写的很细的 你自己单的系统 你自己进去就是摸呗 就去看呗 然后呢网上有很多的技术文档啊论坛啊 很多很多这种资源 就是你就进去一条条看看看看 这样对 各种情况不同 就是我觉得 呃反正大家方向都不一样 就是自己因为你这种 现在这种学习不像这个 那我们来考虑就会怎么样 有老师带着你 或者怎么样 当然梁老师也会带着你 但是实际上最终怎么样的方案 最合适你还是要靠你自己 做某 但是作为我这 我发现我原来完全没有什么背景 我就是从那个杨老师的视频开始入手 入手了之后呢 再自己去扩展 YouTube也好 然后一些网上的一些课程也好 然后呢一些看论坛也好 看书也好 然后呢哦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就是呃 算是一个masterstone 就是那个杨老师去年办了一个 就是呃 搞了一个项目 就我参加到里面来做 呃包括那个呃 就是课程里面的那个一个项目 就是我也我也确实动手做了一些东西 然后呢对这个东西呢 就有了一个那个更加深入的那个了解 就是很多东西你做了 你就知道了 你不做了 然后你嘴皮子跟你说破了 那你也不懂 你确实要做一做 就是里面的code也好 你不懂 你就照着他敲个三五遍呗 你这样 那就是这样 有些东西你你你你 就是说 确实是要时间来那个 来那个 来换这个东西 因为有些人是比较资深的 有些东西他出类旁通嘛 那就是像sap过来的 那些人就很轻松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现在 那你现在实际上 你对这个制造型的 已经非常熟悉 因为你做过之下 对吧 那就讲 如果现在再教你 你如果现在去做BA的话 你觉得你怎么样 你觉得有兴趣 BA的话 我感觉 我肯定是很牛的很行的 但是你是没人 没人给我off了 这没有用啊 哈哈哈 我几次面试的时候 我感觉都把他已经说懵了 但问题是你这个 你目的是要拿到那个offer才对啊 你把人家说懵了 然后人家感觉在你面前 哎呀妈的 我都跟他属于差那么远 他来到这他指挥我了 可能我也受不了 算了还不要找他了 哎 在开玩笑这样 但是就很多时候 其实做BA来说 我感觉对技术方面 杨老师那个有个视频也说过了 对这个技术的要求 但是并不是太高 很多时候还是说 你跟他交流的时候 沟通交流要很顺畅 你让这个人就是让这个人感觉很舒服 因为那个BA跟那个developer的那个mindset不一样 那consultant更加一个高一个level 因为我之前也面过一个consultant 他的那个他的那个问题就非常非常细 知道是我的界面有个什么东西 我点出来是会有什么反应 他会面问到这么细的程度 就是说其实consultant我感觉 当然这是特别 我感觉是不是就是consultant要求就是更加全面 就是你不仅要有那个developer的那种功底 就是对这个系统 不管是操作也好 你coding也好 其实coding他们考的并不太多 coding也好什么 你都要很细的了解 然后呢对那个BA那一块 你也要很高盛的遭遇 这才能达到consultant的这个水平 反正对我来说 他consultant的话我觉得更加level比较高 我理解是 倒是你可以跟那个杨老师 他技术方面 就是一个hybrid role 你这个技术你要非常自身 然后呢你这个BA这方面 就是你也很自身 就是你也能把那些人 就是有点像PM 你把那些人也忽悠的运作专项 这样就是开了一下 就是说你在项目上你你能够 那种skill你很就是很到了很高的一个level 但是我觉得可能才能去得到consultant那样 我感觉就是个人的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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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开始了 因为网上呢也是这个就是不是选这个slide 所以就是问题也记住在这里 所以您的背景以前是搞IT或者是理工科吗 我是理工科 我是理工科但我没有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 对完全没有 那现在您找的这份工作呢是developer 对啊 那您在这个从没有cowin这个经验到这个developer 就是说其实在developer的一些很多的面试的时候 他其实你就把杨老师的那个东西你学全了 那几个面试你学全了 然后你自己再稍微扩展一下 你面试问题面试就就没问题了 基本上能覆盖 你自己再愿意往深扣一点 基本上就往那个地方再扩展上也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杨老师也反复说嘛 你不是说把一个技术点或者技术面 你把cshop抠得很那个 其实对你求知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就是说你要紧紧抓住你的CIM 就是你对这个系统了解 然后你有经验 然后呢人家问的一些问题 你达成能回答出来 就是这个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developer 其实现在这个我还不是很 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是开发比较重的我感觉 但是我感觉很多的那个developer他 因为他现在很多公司负担不起BA的 像女生这样的BA是起不起的 那他们很多就是那个developer 一种developer就是你就是consulting company 你专门给那个甲方做项目 那你肯定要很强的 然后呢就是你这个项目交付之后 那你那个vendor你撤了嘛 那你现在呢他业主一般就会有几种呢 要么我搞个BA BA会懂点技术 我全部都搞定了 要么我就搞个developer 然后呢他这个技术上他全懂 让他去搞点那个BA的活 也很多人都很多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那通常也有些公司那是比较牛逼的公司 那才会我又有BA又有developer 就是那个vendor走了之后 我还保留着BA啊developer啊PM啊那些人 一大半人那是很大的公司 就是或者说一些政府的单位才会这样做 那一般来说我要么就搞个BA 我简单的东西我自己毕也搞定 要么就我developer 我把BA的活developer也盖一部分 那如果说这样的developer来的话 developer来的话并不算太大的挑战 但是如果是consulting company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难度更高一点 所以说我拿到这个off 我觉得以后的那个挑战也应该会蛮大的 但我觉得就是参加这个课的一个过程 就是那个价值就是核心的价值 一个就是杨老师不一直支持 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群体社区吧 在这里互通有无能够支持 我觉得反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资源 你看杨老师怎么安排时间没问题那我可以啊 就是说一个是线上有些问题 线上有多少同学 22个线上有很多同学 所以说他们线上的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说你从彻底放置去处置BAA 下面一个我准备转件来了 我到底真正拿到好 我忘记中文发行多就是这样 我说我才三四个礼拜 反正就上次Kevin来分享之后 然后我回去马上就开始了 开始了然后这一周 那一周我发简历再下周就面试 面试再下周就好像也就三四个礼拜吧 那就是在三四个礼拜之前你这点来了 就是复在一个不是怎么了 你从三四个礼拜之前才刚刚开始去 那有没有 当时我是有点心虚的 但是杨老师对我心情很足 他说你干了很多就是开发的活 就是就是这么干的 我觉得也对 反正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 反正杨老师的那个事业比我高了 反正那我就这么一转 当然就是我觉得我这个 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可能是比较特例吧 然后这次Toffer也是运气的成分比较重一点 呃 反正大家都可以一个参考 我叫外加利 喂 你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啊 我们后来没听见 我就听见你那个拿到offer了 这个我们私下聊 走吧 行 好好好行 没问题 回头再聊 哎好 没有没有 也不是杨老师给我顶 然后呢一开始我在学的时候 我就是coding这玩意 哎呀太痛苦了 然后我们在国内有很多说什么程序员程序员 是那个员啊 就是那个人员的那个员 说好像很苦对着电脑一不停的敲扣 然后我觉得这个勒尼克服也比较大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想着我去做developer什么的 然后我说那那有没有没有的 那你做BA吧 然后你可以往BI上扩展一下 做做什么大数据啊 什么的数据铺那些 我觉得那挺好 那就往这方面走啊 然后中间也没有多大的什么自己有多大想法 然后呢完全就是 凯文的那次面试给我的一些提法 当然就是说这种别人的经验 我今天就对你能对你来说 你真的要自己要考自己要好好考虑 就是是不是别人成功了就是一定适合你 这个真的要要慎重一点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些底气去那个 还是就是说在课程中的项目做了一些 然后呢跟着杨老师做了一期项目 我觉得这有两个这个东西做了像我一样 这样的原来就是一张白纸的人 那才有一点底气去做 那如果说你就要冒冒然这样去做 搞不好还是挺大挑战的 嗯 那我就问你 你15年到家在来做 那没多年初开始学这个 就是你学到现在就是你平时还在找办法呢 平时我也自己有些事情自己在做 对 但是我挺多时间的说是我 那也没有 我觉得学习这方面要跟那个Wendy和那个谁进来学习一下 进他就是说把Youtube上的视频都转成MP3在地球上听了 他已经这种我觉得应该要向他们学跟我 我我我我没什么 我不是很好的一个朋友 请问一下你参加了一共多少次 然后这个线上同学问我那个面试多少次 然后电话面试然后网站面试 二三十次总该是有的吧 二三十次总该是有的 我感觉 对那个反正我不知道你是你是什么一个目的 我觉得反正这个机会是很多 呃 下面这个这个里面然后 呃就是Linked上也很多人找 然后呢你放的post上 indie上也有人找 然后呢你自己发简历的话也很多机会 然后最夸张的是最近就是一些新加坡的猎头啊 还有些那个澳洲新西兰的猎头也通过Linked来那个联系我 我说我也没没法子去啊 那算了吧 就是反正机会还是挺多的 就是无非是两那个有两种渠道嘛 一种就是猎头拿在手上他主动来找人 这种呢就是有点像 呃就是就卖房子我公开发送之前 我们内部的内部认购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post到post出来你自己去投 那机会我感觉还是挺多的 对 就相对相对别的一些IT来说 我觉得那个机会是挺多的 因为当中这个时间的拉的过程比较长嘛 我说然后就反正我太太挺支持我的 他说哎你好多一些IT的人过来大半年 连一个面试都没有你现在经常面试 把机会拉费成这样我觉得也挺很好的 反正呃相比较一点这个CIM的机会 特别在加拿大这种这样的地方的话 然后相当这个机会的话 嗯 东德华五英是最多的 然后呢是沃泰华 沃泰华有很多那种政府的相对 沃泰华有经常有人找我 然后他们有些政府组织 然后呢政府资助的一些组织都在上这个东西 机会还是很多的但是如果时间比较长 对了这一块 其实查理的这个话我正好分享一下这个事 前两天那个有一个列头就Randestad找到我 就是说了一个我知道了喂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 他分享了一个这个信息 我觉得就是说他就是告诉我好像是Microsoft 这边跟这个Canada Federal Government和这一些这个 Ontario和这个安博他的这个 Government好像筛了一种 有agreement 然后很多这种military和那个bureau都在用这个微软的这个产品 所以说现在他们那边的话好像resource就特别不够 现在developer的话整个政府那边吸收了大量的那个resource 吸过吸过去了 然后的话呢整个locking上面是蛮缺这种developer的 他当时就在说服我们说你要不要愿意去那个Ontario那边去做 整个那个rate大家会到什么一个情况 根据你based in the background 那堆这种东西 现在就是他说是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块了 这块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当时确实说我去做一个是那个military是军方的 军方那个他是有两个讲原因就是你需要是那种citizen 然后呢可能他通过这个security clear这方面的 就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原因就是现在为什么市场这么缺这种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这个那头前两天给我这个信息 恐怕是有一些帮助大家可以再去clarify 再去search一下这些东西 嗯我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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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跟大家share一下 这个我也是这个感觉 可能特别是各级政府吧 可能特别省政府和联邦政府有很多 我说的那头这个那个是 microsoft跟这个联邦政府签了一个general agreement 就是有很大的就是微软提供这种什么政府云那什么乱七八糟 诸如此类的 很多他们的一些IT的project based on微软的这个CIM这个平台 说实上CIM实际上它根本上来说是一个bpm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的一个东西 只要你是有这种process的设计到业务流程的都可以让他们跑去改啊 就是原来杨老师提到的都比较多的这个RXM的东西 说通没通那个我拿这个信息我觉得哎 他说他就讲一下rhythm为什么现在是市场这么缺人啊 这就是怎么怎么样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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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不太知道的一些information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 哎呃你参加过BA的面试也参加过developer的面试 然后你能比较一下这两个面试的这个目标的不同 嗯其实这样八景的那种developer面试我只面了一个 我我我没什么这就是刚才那个已经就是那两个面试 第一个呢就是专门给你抠技术的可能抠得很深很细的 然后呢第一轮是这样的第二轮呢就是那个 因为他有点像那种leader一样就是管整个团队整个项目的那个一个 program的那个manager吧然后他就跟你聊点虚的 嗯嗯 然后呢BA的面试呢有些时候呢他也会很看重技术 有些时候呢也不怎么看重技术他就压根不问 所以这种情况都有这种情况都有感觉就是明 反正大家如果要准备的话 两方面都要 当然就你很多时候 auch Snyk sci 2011 你很难把握这种程度的 要到什么程度要怎么样 呃 呃反正就是很难说就是跟你具体面试的人有关 有些就是他不在乎你会不会,有些时候他觉得你应该什么都会很细这样。 嗯,之前我有个面试是这样,他就一开始就问你什么system view啊,什么personal view来,你有什么区别。 一开始就这样的东西来问你,然后,我说了plug in这个是很常的,经常问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细,他会比较细,有些呢也不怎么细, 就看你这个遇到什么样,但是你你就面试了三五四五六四的话,你大概也知道他会什么问题了,那不会就那些。 好的,总之是自己多准备吧,谢谢,谢谢。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他这边很关心的就是几个技术点很关心, 就一个就是他原来out of works的一些功能,他比较关心,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web service 比较关心,就是怎么样跟别的系统集成。 你用了什么api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plug in,他比较关心,你怎么开发的。 呃,你你如果有怎么样,你用什么这个逻辑是怎么样的,然后。 然后,呃,调用了哪些services,呃,然后你怎么debug,主要是这一个。 然后呢,那个好像对杨老师之前说,就是那个client-style coding好像这里也不大流行。 他不大,不是很care,就是,就是plug in,还有那个web service,就是集成。 就这两个,web service的集成,就是你调用那个soap啊,resfor,ipi,那个,就是这些。 别的他们,就是看,看各种公司吧,但我感觉,因为我只面了这个开发的,就是这样发的,我还是受账。 他不会这样问,如果问到这样的话,那你就废了。 对啊,你肯定是废了。 他如果这么问的话。 不会头发酬的话。 对啊,就是那么是